阿聯遠雄越來飯店水療池發生恐怖吸人意外 卻持續開放入管 監視器也看得到 雖然有放警示牌 泳池水道卻還是有遊客 還原當下張先生一家下午4點24分入場 直到5點10分發生意外 艱難脫困 而飯店業者表示 5點11分就先請客人上岸 12分關閉泳池 在38分泳池區全面關閉 但攤開登記表一看 從5點10分事發後 還有超過20組客人入場 遭質疑罔顧客人安全 其實我們還有兒童的遊戲室 撞球還有桌球等設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這個登記是針對我們娛樂館泉館 後來登記的人全都是要去遊戲室 泳池區也確實勸離遊客暫停使用 但張先生也提出發生這種要命的意外 飯店人員卻姍姍來遲 直到6點05分飯店經理才出現 但業者澄清 5點半經理到場在這之前 由娛樂部主任全程陪同 事後業者也提出房價減滅 但張先生不願接受 就連旺貸的泳庫飯店要寄回 還要著收100塊運費 但差點丟了小命的他 回想起來只覺得心有餘悸 恐怕以後去水療池都會留下陰影 華視新聞張憶君 羅大維 沈立榮華聯報道